经由日商已经取得澳洲液化天然气的气源转让权益 中油表示取得这项开发权益以及股权转让之后 预计将会在2016年的时候投产 尖锋阶段每年大概可以生产液化天然气840万公顿 以及液化石油气160万公顿 每日生产凝结油10万桶